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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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亮了起来 山上的风都随着温暖 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也升起了温馨 点点光亮在林间之明的方向 长城上 人们守在灯笼前 久久不愿离去 仰望天空 众星如瀑布般倾泻流淌 似乎触手可及 古北水镇中 望京街是晚上最热闹的地方 倒不是阴江文的最新电影 邪不压镇许多外景趋于此地 而是为了壮观的长城音乐水无锈 在光云影的面前 我和大家一样 痴迟然 朋友讲 电影《邪不压镇》的剧本 也是诞生在古北水镇 除了望京街 许多小巷 还有彭于燕裸身飞过的大片灰屋点 都是在古北水镇完成的 如果仔细对着电影里的镜头 来古飞水镇寻找 可能会一头雾水 电影太是一门虚幻的艺术 就在我到的前一天 邪不压镇在古北水镇的长城剧场 举办的首映里 以天地为幕 以长城为背景 这气势在任何他处都无法克密 四望京楼参加邪不压镇 首映里的剧组成员 其众多演艺名流 当晚便住在古北水镇 能为艺术人士选中 自是不凡 于是 我决定换到望京楼精品酒店 要知道 古北水镇内 精品酒店共有搭家 或民国风 或日诗 或无范儿 在外面根本找不到相同的品牌与品质 单单为了泡酒店 就有人专门来古北水镇 望京楼精品酒店 进去古北水镇一域 私密性虽略逊寒古山庄 却同样享受着难得的清凉与清静 欧师风格给人一种穿越至欧洲的感觉 大唐里的许多老物件 都是从乌州逃回来的 我的房间正对着司马台长城和冤阳虎 虎的名字源于湖水温度的不同 冬天时更为神奇 一半结冰 另一半微犯水气 而望京楼则是司马台长城最高的城楼 望京楼精品酒店的餐厅 竹打卤菜 煎饼 海胆豆腐 让人梦回其中 五星空鸡是青砖带瓦 错落有致 汤壳弯轻测见底 古北水镇充满了灵动欢愉 融入水镇的市井生活 染房 风筝 灯笼 新自动手势是那些博物馆级的民族 体验制作中的快乐 才和身边的明清色相时宜 除了泡思绿酒店 古北水镇的数十家餐馆 足以让吃货迈不开回家的脚步 烧肉馆是古北水镇最早的餐馆之一 现在仍作无虚席 竹打蜜云菜 水阔鱼 羊肉 纳容错过 见到牛排馆 不是牛排也惊艳 想想水镇有几个外国大厨 就知道味道当然错不了 晚上去星空集市乌串 喝啤酒 换着满天星光 昨晚来古北水镇的球尼 就更有福气了 继军之战 然后静盼今晚的冠军之夜 长城脚下的世界杯 必会与众不同 处星景不再是小孩子的游戏 我们也可以 对于生活在钢筋水泥铜林里的人 实是一种失望 炎热盛夏 来古北水镇 寻找内心的一丝清凉 感受清风拂面的惬意 长城脚下的星光小镇 让这个夏天变得妙不可言 关注阿谭香的微信公众号 精彩多多 福利多多